7月1号凌晨开始 全国同步实施青春专案 针对年轻人常出没的夜店 KTV加强击查 但是没想到飙车族马上聚集 新北市三重区在30号凌晨 一连发生了两起青少年相关案件 斗殴 砍人 砸车 还有丢信号弹 但是有网友把这些新闻凑在一起 还附上了过去案件的血腥罩 引发民众恐慌 三重警方表示 散播谣言已经违法 将会约谈散播谣言的网友道案说明 就是这张照片 说新北市三重区有扼煞四处砍人 还附上血腥罩证明 照片疯传造成民众恐慌 警方出面澄清 网路上有流传几张照片 当然这个有标策组聚集 还有民众骑着摩托车受伤了这个镜头 这个画面 事实上这个都不是发生在本分级辖内的案件 虽然证实就是假消息 但最近几天三重地区也真的不太平静 六月三十号凌晨两点 在天台广场有年轻人聚重斗殴 砍伤一人 到了大约三四点 私父派出所前又发生了砸车丢信号弹事件 结果当天晚上十点多 又有一丝飙车族聚集的消息 警方在晚间大约十一点半时开始逮人 结果到了七月一号凌晨两点 又有年轻人疑似聚重被警方查获 急前路一个加油站前面 以及在中校码头都分别有查获到这个疑似飙车族 准备聚集的这个对象 那这两个地方也都查获信号弹 那布袋也有查到这个开山岛 网友可能是将几起案件拼凑在一起 才会造成大乱斗现象 暑假刚开始 青春专案也曾刚展开 参同地区成为了首要执勤重点 能不能遏止飙车族和聚众斗殴状况出现 也是警方的重要课题 记者藏运陈伯玉新北市报道 争议多时的核四场 昨天终于正式全面封存 封存的时间设定为三年 不过为了要让发电机组保持最佳的状态 台电还是砸下了34亿的经费来维护 投资2838亿 从规划到新建历时35年 台电核四场连启用都没有 直接走向封存命运 封存计划从去年4月提出 历时一年多 终于在今天正式宣布全面封存 7月1号达成了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那就是正式的这个进入封存 核四场计划封存三年 代表暂时无法供电 但不代表不花钱 封存期间台电还是得砸34亿来维护 就是希望未来核四重启时 能以最佳状态来发电 反而团体认为核四重启有条件 得先通过彻底的安检 而台电表示目前核四依法封存 但强调台湾电力缺口大 对核四重启还是怀抱的希望 只盼能够透过公投来决定核四的存费 记者黄历委陈立峰台北报道 八线爆炸事件 烧烧面积高达99%的刘志伟 在今天早上5点41分 不幸在台中荣种过世了 成为整体意外事件中第二位罹难者 而对于其他烧烫伤的病患 在伤势稳定之后 就要进入轻创 还有直皮手术 需要大量的人工皮跟真皮肤料 不过国内明显存量不足 而卫福部现在已经向国外采购 强调药物绝对不会短缺 请大家放心 卫福部昨天针对八线意外 成立医疗专家顾问团 紧急开会研商医疗救治相关事宜 台湾整形外科学会理事长马旭表示 专家提供许多专业的意见 卫福部也反应迅速 合成皮是昨天知道全球缺货 那么立刻就 就政府就跟在尸体皮的部分拿来弥补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安定家属 还安定病人 卫福部统计 目前国内库存的湿皮 约14万平方公分 目前主要是要向美国采购 也洽询荷兰 预计要购买110万平方公分 首批会有2万平方公分 在这个星期六抵台 院长的指示宁可多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如果准备过量也无所谓 但是不要缺乏了 另外消烫伤的药膏 跟白蛋白 先阶段每天用量在2000平左右 国内的存量还够 也已经添购 第一批药膏七号就能到货 而青创用的刀片跟刀具不足 因为医院有惯用的器具 由院方自行采购 卫福部强调 目前统计国内的家户病房 跟小糖商病床数量充裕 可以供调度 至于不少医护人员 主动表达支援的医院 也将会障碍处理 只要报备就可以支援 卫福部表示 由于医学中心跟区医院 有足够人力进行调度 所以目前并未提出支援的报备 但一旦有需求 卫福部会以最快速的方式 协助人力尽数投入支援 记者陈淑军王新中台北报道 这一次意外伤亡惨重 新北市政府认为 八仙乐园卖票让游客入园 就应该要负起连带的赔偿责任 现在已经对八仙乐园 丸色创意 还有瑞博行销申请了假扣押 向业者求偿了一亿六千九百万元 而在另外一方面 检方昨天也在度 也首度待当晚操作喷粉的攻读生 重回现场模拟 要找出起火点 厘清事发经过 要为八仙城堡的商者讨公道 新北市政府再出手 前往士林地院 对八仙乐园 丸色创意和瑞博行销 申请假扣押 那我们今天假扣押的金额 我们是请求裁定一亿六千九百万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以每一位债权人 就是初估所受的伤 这个损失的这个金额 大概是一千三百万 那一共有十三个这个被害人 市府认为八仙卖票让游客入园 就不能逃避连带责任 因此将陆续协助伤者代位求偿 而另一方面 警方也马不停蹄 持续追查城报的起因 卢信工作生首度被带回事发现场 重回舞台上 拿着钢瓶模拟当时的动作 警方则透过不同的角度踩阵 要找出第一把火的起火点 这一场事故在八仙乐园发生 造成严重伤亡 不过八仙的总经理陈慧颖 从头到尾都坚称 他只负责盖章租借场地 不断把责任向外推 为了厘清八仙和主办单位的合约细节 检方下午则约谈负责签约 以及管理游乐器材的员工道案说明 八仙以五天九十九万的租金借出场地 有没有接卖派对的票 遭警方传唤的八仙售票组组长 则否认八仙有代售票撇清关系 在这起事件中 形同房东的八仙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被列为被告 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法界人士可不这么认为 有可能发生闪蓝这样的危险 有没有去督促这个业者 去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八仙他知道这样的情况 那没有尽相当的注意 去防止损害的发生 那八仙也确实会有责任 一旦八仙被查出 明知道派对有潜在的城报风险 却有因注意而未注意的事项 可能难逃刑事责任 而八仙有取得游乐园的执照 却没有报备 就租用场地办活动 也没有管好园区的安全 这些都已经违法 八仙乐园想要全然卸责 恐怕没这么容易 记者蔡惠林邱福财台北报道